在农业部渔业署的支持下 高雄科技大学福岛高雄 屏东的石斑鱼养殖渔民 透过最新的冷链与加工技术 成功打造台湾石斑品牌 在成果发表会上 不但展出各式石斑鱼的加工产品应用 还有与国内厂商合作的 维阵坡冷链保鲜技术 无论是石斑鱼牌 还是做成宠物食品 甚至是获得比利时国际品鉴风味绝佳奖 以及食品界奥斯卡奖的鱼饼酥酥 这些都是石斑鱼在加工产品的应用 高雄科技大学在渔业署的支持下 执行石斑鱼冷链技术开发 及加工品应用的发展计划 避免集中单力市场 而且要开发我们石斑鱼 更多的产品 把整个产业链的部分 从一级提升到六级 所以我们委托高科大号的研发团队 针对整个石斑鱼市场开发的策略 还有一个就是能源加工的技术 这个整个另外开发多元化的加工产品 这三个科技计划 由高科大的研究团队在执行 那主要目的就是刚刚所讲的 避免产品集中在单一个市场 另外一个就是开发很多产品 不同的形态 适合我们现在消费者的趋势 包括切片的方式 或者是包括及时的这些产品 都能够让我们消费者更能够接受 台湾的石斑鱼相关的产品 高科大的水仙学院 从水产的养殖 一直到加工 一直到供应链的部分 都有非常完整的这些细手 然后同时呢 学校在过去的几年 很谢谢宜悦署的协助 提供了我们很多的机会 那我想今天的成果的展现 就表示了其实高科大 在整个国家的宜悦的发展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尽更多的力量 在冷链技术开发上 除了透过温湿度监测系统 让渔民可以直接用手机来操作洞库 最吸睛的就是由台湾科技厂商 所开发出来的 维正坡冷链保鲜技术 可以减少鱼肉在冷冻过程 破坏细胞膜的情况 让冷冻鱼肉解冻后 仍保有新鲜的口感 大大降低了需要仰赖国外设备成本 因为目前我们所使用的那些技术 常常都是进口的技术 事实上厂商而言 它会有很多成本的投资 那对于厂商的经营上 或是一些后续的应用上 或有一些限制 那是我们做这个计划 主要目的在于说 我们会应用国内已经有开发成熟的技术 那家里把它整合完之后 直接应用在工厂 让它可以达到保鲜 而且它整个规模可以客制化 第二个可以让厂商比较可以负担的成本之下 去进行这些产品的一个研发开发 跟一个产品的生产 鱼业属野兽权高科大台湾石斑的品牌标章 只要挂有台湾石斑图腾的石斑鱼产品 都具有溯源养殖 与台湾安心加工两大元素 在成果发表会上 野兽镇第一个标章给新达港区渔会 期待有更多的养殖渔民合作社 渔会和加工厂业者加入产地证明标章联盟 一起行销台湾的石斑鱼